Hello,大家好,我是杨浩诚,大家可以叫我James 我现在就读于斯特林大学大三的体育管理专业 那么这个视频的目的呢,就是记录一下我在斯特林的一天 并且我的预算只有十英镑 会去四个地方 有教堂、修道院、博物馆 还有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咖啡馆 那么就一起去看一下吧 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是来到了博物馆 那么这个博物馆呢,是斯特林博物馆 里面有一个镇馆之宝 就是在英国最古老的一个足球 这个博物馆包括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样子 然后包括到工业革命 包括一直到现代的一些藏品 谢谢观看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就是这个最古老的足球 但其实意义上不太严谨 因为其实中国人是最早玩足球的一个民族 他这个可以算得上是在英国最早的一个足球 是15世纪末 在詹姆斯国王的带领下 大家开始了这个足球的运动 包括一直到现在英朝也是足球的领级散事 大家看 这是一个椅子 这还是一个椅子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水 因为其实我们斯特林大学 其实离Britcher Fallon比较近 所以它这个是Bitcher Fallon的矿泉水 可以给它个特写 他们那个时候都是这种玻璃瓶装的 还蛮有意思 1820年 看这个机器 大家可以猜猜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一个给脚拍的X光机 是在1920年发明 然后这边有个表 就是专门看脚是不是生长得好 还是不好 你看这还有平分之类 现在来到了Rude教堂 它的名字叫The Church of Ruth 这个是斯特林应该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教堂 这边我觉得 这个教堂啊 它跟建墙的教堂或者牛建墙的教堂比起来 他们其实其实是差不多的 它的规模也是比较大的 包括它的年份 嗯 这里很好的一点 我就觉得它这里有针对不同国家 不同语言的一些本子 包括对我们来说有中文的啊 它的历史啊 它的发展过程啊 那么这个大教堂 它为什么叫做Rude The Church of Ruth 那就是因为这个Rude在古英语里面是基督受难十字架的意思 在这个教堂第一次建成的时候是1129年 已经很久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 但是很不幸在1406年被的大火焚毁重修工作是在1414年完工的 那一半的教堂是在1546年完工 然后它后面是把这两个教堂拼起来 形成了现代的规模 在这里呢 我觉得这些彩绘玻璃其实是很漂亮 那现在我来到了我在镇上最喜欢的一家咖啡店 那它的名字叫Chester 它的咖啡在我们看来是比较上市的咖啡 店里有这个基点卡 因为每次到9杯的时候 第10杯就是免费的 相当于打9折嘛 它的小镇的市中心 当初前为止呢 那么我只花了4块5这个钱呢 就是拿铁加上蛋糕的钱 他们在下午有一个特别的下午餐好餐 就是4块5是有一个蛋糕 有一个咖啡的 那么我们到处要去一个最后的地方 那就是一个秀道院 以我住的地方不远 那么我们一会就骑车过去吧 那我们在这里 在北海上 我们在这里 那我们在 BT迹上 要走 好 看来 我们到这里 看看 这你当然 他 你 这个地方原先是这样子的 现在是这个遗迹都变成 就只剩下一些地基了 这应该是排水的地方 可能是因为战争 但是旁边的钟楼保存了下来 那么到视频尾声了 今天我所有的行程都是用我自己的自行车来做通勤的 如果大家是新来到斯特林这边的 可以称作可以坐的公交叫UL 或者是在市中心和学校里都会有一个自行车的租赁 不过就是有桩子的自行车站 下一个它的APP叫Next Bike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就挺方便的 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学生卡 就可以在我们学校的电影院享受到优惠 票价大部分是个位数的英镑 今天的总体算下来因为是骑车的嘛 所以通勤上没有花钱 那总花销是4块5 也就是我在咖啡店里消费的那些东西 至于是否有门票 基本上英国这边大部分是不需要收门票的 是资源捐款 就比如说你想捐多少可以捐多少 但是不是强制的 也有的地方有的景点会要收费 如果是学生的话 凭借学生卡就可以在很多地方使用学生优惠 大部分折扣在10%到50%不定 所以说做个学生还是挺好的 能在很多地方有优惠 但我今天去的几个景点都是免费的 所以今天的开销是特别低 其实学生卡在英国的用处挺多的 同学们可以注册Unidays 或者Student Beans 或者在很多的一些商场里 你跟他们说是否有Student Discount 都是会有10%的折扣的 斯特林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不管是学习或者是生活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